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像食疗运动那么麻烦 然后它比一般的药物对身体的危害还比较小 所以使用非常广泛 出自使用者确实有效 但是对于便秘患者来讲 开塞露是一种治标的药物 它并不治疗便秘的本 开塞露的主要成分是甘油 甘油有很强的吸水性 它到达职场以后 刺激至肠臂收缩可以引起排便 开塞露高盛能够刺激肠臂收缩 引起排便反射 长期使用容易引起依赖性 导致习惯性便秘 便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包括肠蠕动缓慢 出口耿阻 其他慢性疾病 体内缺水 药物因素 以及体质欠佳等 都会导致便秘 并不是每一种便秘 都适用于开塞露这个药物 使用对症治疗 才能彻底解决便秘排便困难这个问题 开塞露作为临时缓解痛苦的应急措施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让记得写 instinct 你俊责 你俊贴